凌晨起 所有抵抗人士之前14天去过境外 除了台湾和澳门 都必须强制家居检疫14天 生效之后手班机还在凌晨约3点半抵抗 当局随职在机场随机抽氧入境人士 进行病毒测试 接近凌晨 有两班分别来自吉隆坡和曼谷的航班 赶得及在滑线之前回到香港 乘客亦都无需家居强制检疫 兴奋 OK 不用隔离 不过我自己回家都会自己隔离 大概有隔离多久 应该一个礼拜多些 很辛苦 很赶 很赶 很惨 是否特地提早 是的 特地提早 而且完全买不到机票 我觉得是保障黑浪市民的 但是我们就很赶 食卫局宣布即日起在机场随机抽氧入境人士 要求他们回家之后收集三猴退役 进行病毒测试 计划稍后逐步抽染更多人 当然他如果已经发了检疫令 他都不能够离开家 所以就请他家人 帮他拿去这些收集站 再进行测试 预计是未来一两个星期 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士回港 所以在机场处理检疫的旅客的数量 都会是非常之庞大的 我们是需要作好准备 包括是否要在机场附近 好像是北大鱼山医院 又或者亚洲博览馆等等 是设立一些分流站 这个我们在探讨着的可行性 当局也都推出新的监察手带 派发给接受强制家居检疫的人士 改良技术之后的新款手带 比旧款轻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说 检疫人士回家之后 启动新的手机监察应用程式 系统会留意信号变化 偵測定位 如果察觉用者离开家 应用程式会发出警示 并会通知卫生署和警方跟进 而手带在完成检疫期之后 可以剪断气质 陈兆史说 政府目前防疫工作重点 是防止病毒在海外输入 和防止输入个案将病毒在社区蔓延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